武汉肺炎也让台股明天数年开红盘买一下变数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断言 台股一天就会狂跌400点 不过呢我们也访问到了财政部长苏建荣 听他怎么说 医院里坐着躺着挤满病患 武汉肺炎来势汹汹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断言 台股30日开红盘恐怕得大跌300到400点以上 因为细看台股休市期间 28日道琼收盘重挫453点 另外日股也跌3.43% 直到29日才小幅反弹 更别提MSCI亚太指数 20日以来损失的市值超过3100亿美元 局势真的不妙了吗 这个疫情还是持续的一个扩散跟发展的话 可能会影响3到5个percent 还记得2003年 SARS也曾害台股崩跌11% 现在政府启动护盘 劳动基金640亿元 银蛋将四季进场 就要看疫情的情况 如果已经厚大 对中体经济的影响 对股市的影响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 但即使政府伸出援手 肋骨表现还是有差 彭博分析影响最大的 将是饭店股 航空股 博弈股和邮轮股 恐怕都难逃卖压 相反的口罩大卖也成为另类的防疫概念股 分析师认为医疗股还有生产口罩 布织布清洁用品及疫苗的企业 将成为台股短线标的 从国际的油价大跌 可能对于这个硕化 目前看得出来是受到疫情的冲击 会比较大一点 看来病毒打击经济无可避免 经济学家陶东预言 大陆首季GDP将大减0.6至1个百分点 东森财经新闻六支河昆元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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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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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